你现在看到的是新中国成立初期 上海的一段罕见视频影像 早在1949年 在解放战争即将取得胜利之时 由斯大林亲自下令 一批苏联摄影师被派遣到中国 他们用当时最先进的摄像机拍下了这些珍贵的彩色画面 并制作了一部叫做《中国的重生》的纪录片 但遗憾的是 这部优秀的作品 由于后来中苏关系的降温而淡出了人们的视线 再加上种种原因险些全被损毁 直到新中国70周年前夕 这部被封存了近70年的视觉文化遗产 由俄罗斯莫斯科多媒体艺术博物馆修复后 他们才将这些珍贵的视频影像回赠给中国 上个世纪40年代的上海 是中国人口最密集的城市之一 当时有大约600万人居住在这座大都市 这里还是当时中国工业最发达的城市 靠着沿海地理位置的优势和发达的商业和贸易 上海对当时的中国贡献了三分之一的国内生产总值 是全国的经济中心 早在19世纪 西方列强就开始在这里相互争夺 试图寻找打开中国市场的机会 在著名的外滩上 高楼林立 电车穿梭 车水马龙 虽然表面上看起来非常繁荣 但生活在这里的许多百姓仍有很大的贫富差距 当时老上海的出租车司机角色 则是由不计其数的人力车夫扮演 这样的场景在当时的上海十分常见 他们全是一些面黄基瘦的车夫 而坐在他们黄包车上的 却是一个接一个的洋人和一些比较富有的中国人 很多刚来到这里打工的平民 因负担不起高昂的房租费用 因而只能日夜穿梭在各个街道上 从事着廉价的体力工作 而当这样的一幕幕出现在苏联摄影师的眼前时 不禁令他们感叹道 这简直是一种粗鲁的行为 完全是人对人的剥削 但是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 不少人确实是因为生计困难 只能到这个大都市来寻求一线生存之道 虽然收入极微 但也有不少穷人在河边搭建起了自己的草屋 灯红酒绿的楼房始终是属于富人和洋人的 熊人们永远只能窝在狭小的牧船上度日 男人们没日没夜的在码头干活 靠着干苦力挣点小钱 女人们就带着孩子在船上操持家务 他们的生活里没有灯红酒绿 只醉金迷 远离歌舞生平的十里洋场 他们的一生基本上都是在船上度过 成了那个年代所谓的山水人家